查询系统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我想先讲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因为这个难度当然相对的 还是又比之前的可能稍微再难一点点 不过应该差异性不大 还是会需要先录制聚集 再来修改 那另外有同学问的问题 在其他补充范例 在单元下面那边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入门 入门里面同学问了几个问题 我觉得还不错啦 就至少了解VBA的相关做法 里面的话请各位找一下 那个范例里面的买超与卖超标识 那这个练习题在这里 所以你把它点两下 这边有下载 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并且把它打开来 它这个题目里面需要 它的问题是这样 它需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你们把它打开之后 不过特别说 刚好同学问到那个问题 就是那个VBA到底写在哪里 这边本身就有VBA的module 记得每一个 后面都有档案名称 你不要犯错地方 自己有同学是 这个像捐款迷信刚刚的程式 有个同学把它写在别人那边去 那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 你干脆全部关掉算了 有没有 关掉完之后再开 像这个如果你要写在这里 你把它打开 确定就在写在这里 如果说你还会有一个的话 你就先把这个坑关掉 你再去插入 像买超卖超 那这个买超卖超的这一题 请各位待会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同学的这个 题目的需求是这样 各位可以看到完成结果 它要的是什么 把有买超卖超的用什么呢 黄色帮我选取起来 OK那意思就是说 在买超这个里面所有的股票名称 那我要知道的买超哪一些呢 是Buy 这个Buy里面的话 这个有的话 帮我怎么样呢 把它做一个 不过以前的做法 你可能要Ctrl C 然后在这边买超的地方 Buy就是买超 然后在这一栏里面 Ctrl F Ctrl V 你寻找找到对不对 然后做什么呢 把这一个 把它怎么样了 填一个颜色好了 那可是问题 你总不可能说再换下一个 Ctrl C 然后在这边Ctrl F Ctrl V 然后再找下一个 那这样很久 所以有没有什么快一点的方法 其实这一题 它解决问题 最好是不要写程式 对不对 除非说你实在没有方法 所以这一题其实主要是 这个是一个总比 一个我们要找的 这个是要找的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常遇到 如果你以后遇到两个范围的比对 我想要知道说呢 这个范围里面 我要找的东西 如果在这边出现的话 帮我把它做一个底色的填满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你只能突发烈线纲 那你要花很多时间 OK 那另外呢 当然有个卖超 卖超就Sale这个地方 OK 那不过原来的资料在这里 同学是把它就像散乱在这里 不过我建议各位 如果你要在处理资料之前 请记得 先把资料变成 这个Sale的一个正规的一个格式 所谓的正规格式就是说 如果他这边买超在这里 他卖超在这里 我建议你干脆把买超放一个工作表 卖超放一个工作表 因为我刚开始光看到这个 我都觉得到底资料在从哪里 我还要再找一下 那里面就有工作表 你为什么要全部放一起 所以还有什么 Buy 他也是放这边一个 你倒不如放一个工作表给他吗 OK 把它稍微做个分类 再来做处理才比较简单 不然的话 你直接在这边处理的话 其实反而增加了那个程式处理的难度 而且还非常难 你这样处理才太麻烦 OK 所以请各位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方式 最好不用写程式 如果说你要VBA处理也OK 最好是一键完成 所以这边最好有个按钮 按下去 全部都帮你填颜色填好了 那有什么方法 请各位想想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最好是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 一个是买超标示 一个是把它清除掉 这样就完成了 OK 不过呢 特别注意 其实我这个地方并不是用写VBA的 其实是录制聚集 那我其实利用里面的函数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如果以后你遇到两个范围 两个之间范围的比对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用一个函数 在旁边先做 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利用统计里面 在旁边有一个叫conif 这个conif还蛮好用的 那conif的意思是什么 按确定之后 在旁边这个区域2的地方 它会有一个range 第一个range指的是 你要去找的那个范围 指的是什么呢 by里面 所以你把这个by里面点一下 然后从哪个地方呢 从上面 从那个A2 一直到最下面 这个范围里面呢 你要找什么 找前面的东西 所以第一个 你把范围给它 不过我是建议 如果你要选一直到底下 它这个往下 不知道到多少 到这里 不过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选过头 有时候拉来拉去 我是建议 一个方法 一 我的习惯 一定是先点A2 那底下的话 配合那个control shift的向下 这样选会比较快 不然的话 有的时候 你能不能拉来拉去 而且如果你资料量多的话 几万笔 你要去拉拉拉 跑好久还没到 对不对 所以用control 先点A2 在Ctrl-shift向下就可以了 我再做一次 可以看看 这边最近使用过的 然后E-Range 切到by 对不对 它会by惊叹号 游标先放在A2 Ctrl-shift向下 这样就选完了 OK 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因为很多地方 你只要选一个范围 用这一招比较快 Critelia的话呢 记得找什么 在这个范围里面帮我找找看 有没有有答 如果有有答的话 那就是帮我把它怎么样 标示起来 OK 所以基本上 它就会帮你怎么样 按确定之后 向下填满 如果有找到的话是1 没找到的话就是1 OK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还蛮喜欢用康义符号 去做两个范围之间 有没有存在资料的比对 因为它真的还蛮简单的 而且很快速 所以特别重要 你要找的 去哪边找 去by里面找找看 有的话呢 它会告诉你1 没有的话是0 那可是第二个呢 如果要怎么去做标示 有没有放上面 利用下一个功能 资料里面的筛选 各位应该有用过这个了 这个功能也非常好用 那筛选意思就是说 我帮我 有没有放那个G1 对不对 帮我找出 只要是1的就好了 0标显示出来 按确定 在游标放在 这个 有没有 其实应该是A5 因为它 那个A2 3 4 它是 帮你把它折起来了 所以它是躲在里面 把这个范围 知道有没有 做一个 常用里面的 那个 什么呢 也许填一个油漆好了 填一个黄色 那填完之后 它会针对你 现在有没有 现在是1的填颜色 那最后你要做什么呢 再回到资料里面的筛选 把筛选什么 取消掉 取消就是再按一下 这个时候呢 油不要再放回去 你会发现 只要是1的 就帮你 有没有 帮你做那个标示了 那最后当然会多一个什么呢 这一栏 删掉就好了 OK有没有发现 最后做完了 哎呦 应该不会很困难吧 康义服 所以我刚刚只有用 两个功能 一个是 第一个用康义服 第二个用筛选 那另外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再产生那个 刚刚讲的就是 那些功能 如果当然你要写VBA的话 但也可以 这边是一定可以写VBA 可是如果你当然不想要写VBA 花那么多脑筋 死那么多细胞的话 那你就 不过你如果半夜睡不着觉 你就起来想成事 可能想没多久很快就很想睡觉 不过真的 我是觉得 对于写成事 不会吧 是很 睡不着 会吗 会睡不着 就睡不着 不过可能 我是觉得还蛮好睡的 因为我很想 可能用脑的方式吧 因为是一直在想 那你可能如果一直在抗拒 就会睡不着 你要融入到那个城市里面 你就会很快就很想睡觉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最后如果你不想想成是你可以把刚刚的动作录下来 所以我刚刚是只有把那个动作录下来 录完之后呢 当然一样可以把它产生用录制聚集 所以动作我想我就不赘述了 那我录完之后呢 我就再插入那个按钮 就可以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了 你会发现它会闪动一下 那表示说它里面其实是把那个过程录完了 也做完了 但如果你未来 如果不希望有那个闪动出现的话 很简单 就是在第一行加一个什么 Application.ScriptUpdating等于False 它就不会闪了 人家也不知道说原来你是用录制聚集的 所以其实你要用录制聚集也可以 但是你要懂得怎么样 不要让人家看出破绽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那个买超跟卖超 标示 不过这个地方卖超一样 所以也可以两个部分可以试做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一点应该算是不算困难 因为这同学问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如果工作上不会的话 那真的是会很辛苦 光处理两个资料 到底有没有重复的这件事情 你就很头痛 可是我觉得康义服真的太好用了 如果以后你要比 因为常常我们会在想新的资料跟旧的资料 到底哪一些会员 比如说这一期的班级里面 到底跟下一期的班级哪一些是有重复出现的 其实用康义服两下都做完了 可是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光要用人工去比对 哇你就头痛了 对不对 所以只要是两个范围之间 或者多个范围之间的比对 其实都又可以用康义服来做这个比对 还蛮好用的 而且效率上面还蛮快的 有时候比你自己写VBA甚至还来得快 只是说他可能有一些弹性没有那么大 用VBA当然相对弹性比较大一些些 好可以试一下